首先非常感谢严老师能来这里 给我们分享您的写作的历程 我读了您的很多小说 米拉第也读了《芳华》 包括您很多知名的小说 我有的是以前读过 有的是这两天抓紧时间读的 真的确实是印象非常深刻 就从这本书来讲 我觉得您个人的经历和家庭 其实和这本书的主角米拉第非常的像 也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 您的祖父都是文学大家 您的父亲也是作家 后来您的父母离异 然后在随着您的年长之后 您和父亲也出现了一些和解 那么我想问您和父亲的关系 是怎么影响到了您的写作和成长 我爸爸应该说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非常的自由自在 非常给我很多平等 就是说她不是感觉 就是说她是一个 需要让你承认她的这个父亲的尊严 什么在家里权威啊什么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一帮小朋友在一起 都说你爸爸过来了 你敢叫她肖马吗 我爸爸的笔名叫肖马 他们大家所有人叫肖马叔叔 我也跟着喊肖马 然后就证实了就是说我爸爸不是一个一般的那种 在家里很有威严的那种父亲 但是呢它是一个 比如说文革的时候 它有很大的图书馆 一个一个library library因为我爷爷也有很多书 最主要的书是从爷爷那儿来的 就是西乡记啊 现状的西乡记啊 明版的水虎啊这些书对吧 但是都是我记得都是蓝颜色的那个封面的 然后这 然后爸爸也有很多书 那爷爷也有很多过去的世界上的那个翻译过来的作品 那么文革就是爸爸妈妈都害怕我出去惹祸啊什么的 就在家里待着 然后学校那个时候是关门了 然后又是过了第二年又是开始串联了 他又开始打砸抢了干嘛的 所以我就在家里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 我爸爸是三四岁的时候 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识字 然后识字呢 就那个每被守唐诗呢 他也把那个字给写下来 他就让我认这些字 所以到七八岁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一些简单的书 就是你知道吗 你如果你看一个大的轮廓 你说哦 这个几条线是证明是个汽车 对吧 就是这种看法 就是很快的 就是一目十行的乱看的那种 逐渐逐渐就是粗粗的 就把爸爸的 我感兴趣的一些书 比如说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堂皇 对吧 就是拜伦的那个长诗堂皇 它里面有爱情啊 有那个这个冒险 有流亡啊 对吧 就是这些就是对小孩子来讲 是挺过瘾的 看起来 然后很快很快 我就涉猎 就大家记得我11岁开始 我开始看《红楼梦》 然后也是胡伦吞早地看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 我在看的时候 是因为没别的可玩的 是 那么就是看书 是变成了一件挺好玩的事 然后大了以后就发现 无意当中就是做的这些铺垫 原来都是最后能够使我成为一个作家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一种培养 也是一个foundation 一个基石 是吧 对 您这个方华里面还有您的除了就是说家庭的出身啊 就您的很多小说里面包括方华啊 包括米拉第都是有一部分都是您的经历 就是您是一个舞蹈演员 就是您是在部队的这个文工坛部队的舞蹈演员 那您是穿过红舞鞋的人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舞蹈演员的训练 我们都知道是非常艰苦的 那么是不是说当你受过这个舞蹈演员的这种特别艰难的这种训练 身体上的这苦吃过之后 那么是不是写作的苦就觉得没什么了 写作对你来说痛苦吗 我觉得舞蹈其实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在都是相通的在下面 就是说这个这个你看不见的根部 它们都是都是有相连的 比如说舞蹈演员是非常注重节奏感的 因为从小到大你跳舞一二三四的那种节奏都是在你心里的 所以要写作的时候有一种内心节奏感好的人呢 他就觉得这个句子断在这里不舒服 好像呼吸倒抽一口凉气那种感觉不舒服 所以其实舞蹈演员形成的这种对节奏的这种习惯 实际上是贯穿在写作当中的 但是也许你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的对吧 还有呢就是舞蹈演员 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是very structure 就是早上起来干什么练功上几堂舞蹈课 然后下午排练 这样的一种严明的纪律 其实作家是最需要的 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懒惰 对吧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然后因为没人管你 很多作家都是说最怕deadline 就是说这个 其实我是没有人给我设过deadline 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达那一天 我就早就完成了 所以大家也就不给我设什么 这个严老师 当您说到这儿 我对你只能有宠敬两个字 因为我一直过去一二十年 我是新闻记者 我一直在写东西 在来华美之前 我在Financial Time Chinese Edition 是专栏作家 然后对我来说 我就跟您是恰恰相反 我就是一个deadline driven的writer 没有deadline真的是写不了 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您这种训练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甚至有一次我的编辑 就对我开玩笑 说宇清啊 你这真的是以马可待 要再写不出来 我们就要开天窗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说这种写作的自律 那么就是说舞蹈的演员 而且您刚才提到 这个舞蹈演员的这个节奏 我是深深认同的 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作品 它实际上都是有 非常强的节奏感的 嗯哼 特别是很多英文作家 他会说 it doesn't sound right 对吧 就是觉得你这个地方 是这种节奏有问题 对吧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在阅读的时候 它是跟着这个节奏的 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好的作品是可以读出来的 嗯嗯 对 就像我们的宋词 对吧 是是是是 然后圆曲的节奏 是从宋词里又有发展 是 所以我觉得是的 其实很多种艺术 很多作家画画也画得很好 是 我雖然不會畫畫 但是我做菜做得很好 它的創作力 它的內容 你的內部份的思維是要更加的發達一點 或者說你在有意地培養那一部分 我一直覺得大廚也是藝術家 確實是這樣的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多寫作人也都想問的問題 就是寫作對你來說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尤其是寫長篇小說 面對著空白的紙要構建一個世界 這是想想都是一件非常挑戰的事情 其實寫作怎麼說呢 就是說這個每個人當然了 你要馬上要開始drive yourself 就開始要drive 要開始drill 這一定是不愉快的事 你最好就是早上起來沒事情幹 然後就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完成 一定要幹嘛的 對吧 但是我給自己有一個就是 you want to feel good now or later I always choose later 如果你現在feel good yes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吧 然後到later的時候 就到三四點鐘的時候 你晃蕩掉了一整天 對吧 然後再接著晃 你晃蕩了一個星期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我說 我得慢點寫了 對吧 我得節奏慢一點 這個節奏快的寫作 我每天都是這樣度過 我覺得好像日子過得太快了 不是一天一天過的 是一週一週過的 對吧 就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 哪怕你覺得日子過得快 可是你留下了痕跡 對吧 是 是的 每天留下了幾行好的文字 那就是你生命留下的痕跡 對吧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選擇 那麼就還是寫吧 那我就看到閻老師成功的另外一個 這個所有成功者的鐵律 在您身上的體現 就是延遲滿足 是不是延遲滿足是成功者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品質 而且您是一個對自己特別狠的人 就像您留學到芝加哥去進行英文寫作 當然我們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吃過這個苦 我們都留過學 都在抑鬱他鄉求學 都是一個特別艱辛的歷程 但是閻老師您的留學不太一樣 您學的是英文寫作 這英文寫作這比學其他的理科 甚至比我們學國際關係 比這更難 就是說當您用一種不太熟悉的語言 重新開始學習 甚至最後要達到一個 native writer的這個地步 這是確實是非常非常艱辛的一個歷程 那麼是不是就是覺得 您能對自己特別狠 能吃了這個苦 能夠非常地自律 是您成功的一個 才能讓不僅是成功吧 就是因為您能吃掉這個苦 才能讓自己的這個潛力給榨出來 我聽上去我好勵志 確實是這樣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你剛才講的延遲滿足 就是說你要是吃完了這個苦以後 因為你這一天一直在學啊 在怎麼樣啊 對吧 然後就是一直在drive 你一直在drill yourself 然後你就變成到了晚上你特別對自己喜歡 喜歡這個兒 對吧 因為我這個人吧還挺難討自己喜歡的 這次要求太高 你只要討自己喜歡吧 就得幹這個 幹那個 幹出事兒來 對吧 事兒得幹完 對吧 要幹得漂亮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說 I need a lot of sense of achievement 才能夠喜歡自己 我跟我的女兒常常說 我說誰喜歡你都沒用 你別當真 你得自己喜歡自己 對吧 對 所以你得幹出什麼事兒來 你對自己說 我今兒挺喜歡自己的 對吧 明天不一定 明天明天你不就幹蠢事兒 就不喜歡了 對 這就是就是說要說 這個實際上就是寫英文小說 大家也就說 哎呀 你這個要作為一個Native 其實不用欸 我覺得我就用Chenglish來寫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 就如果我寫到了這個英文 是帶著嚴重的中國口音的 這就是我的英文 這就是中國人的 他這個一種特色挺好的 對吧 我覺得出詞也好 什麼也好 就是正因為你有這個口音 對吧 我覺得不怕 像納波克夫的那個 那個Lolita 對吧 你一看你感覺都有大量的 那個俄羅斯的和法國的那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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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味道在裡面 有那個flavor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有 Chinese flavor that's good 對 我看了一篇關於您的訪談說是 您是一夜之間忽然知道怎麼寫作 不是 就是因為我在部隊裡的時候是編強暴的 這種活都是吃力不討好的 對 你每天都幹得比人家多 寫黑板暴 然後寫完黑板暴就是每天要換 對吧 然後強暴就是要用紙寫 約稿子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你要畫那個什麼 有的時候你要寫文章 去批評什麼 表揚什麼的 對 然後這個其實也就是一個寫作的那個 為什麼團支部不找別人找我呢 能夠發現我還寫出來還像點樣子吧 那這是不是跟家學淵源 是不是天賦的 我知道的字比較多 那肯定不是因為知道的字多 所以說您看您這個天賦家學的淵源 然後後面這個自律 我挺喜歡一句話 高曉松經常說這句話 說是老天爺賞飯吃 還是祖師爺賞飯吃 就是說您寫得這麼好 成為這樣一個大作家 您覺得是天賦的作用 還是您自律刻苦的作用 都有吧 都有 哪個佔的成分更大 我覺得天才佔的挺 天賦 天賦 佔的那個要多一點 多一點 對 因為寫起來沒那麼吃力 所以你就一直在寫著 對吧 然後如果寫的真的是很苦 我覺得非常坑坑吃吃的 每天都跟自己過不去 對吧 然後我覺得那可能也就沒那麼 沒那麼一直寫到現在 人家說怎麼回事 那不是腦子都想爛了 像你這樣寫 從早到尾就壓榨你的腦子 我說我寫東西好像不這麼動腦子 不太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 因為我也是寫作 寫過一些新聞報道 但是我們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了解的作家 寫作不痛苦是一種非常少見的天賦 大部分寫作都是極端痛苦 你就不要說這種貧困創造一個世界 寫長篇小書 你就像我做新聞記者的時候 我就老是開玩笑 把別人說的話寫下來 對我來說都很難 這個覺得這確實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每個小說大概開篇還是難的 如果找到的方向是對的 那就往下寫不難 你看我看過一篇關於陸瑤的報道 陸瑤她寫《平凡的世界》 幾乎要快把自己寫死了 就是說寫作對她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 我也聽王毅說 好像寫完一篇東西 好像感到像打病了一段 是這樣 所以Great 那您最仰慕的作家是誰? 最仰慕的作家? 對 我小的時候有很多仰慕的作家 選擇一個 我小的時候仰慕曹雪芹啊 我覺得她能夠用白描的手法 就是她不寫心理活動的 對吧 中國古典小說是不可以寫的 沒有什麼心理活動的嘛 然後但是她在講話和 把她的外在的表現寫出來的時候 你能夠感覺到她的心理活動 對吧 這是中國小說的寫法 這種白描的手法 我覺得看到《紅樓夢》那是貪為觀止 那我很崇拜她 對 我過去很崇拜奈布克夫 因為她是一個流亡的俄羅斯作家 然後用英文 她能把英文寫成這樣 寫得這麼的豐富 這麼的非英文母語的人能寫出來那種 充滿了那種異國情調味道的一種英文 我覺得對英文來說是一種enrichment 對 您曾經寫過一篇寄居者 這樣一本小說 同時您也自己說過 你比較喜歡這種寄居的狀態 你喜歡這種邊緣人的狀態 你說到了上海說普通話 到了安徽說上海話 而你說你希望是一個局外人 外來客不融入當地的 而且後來您又從中國來到了美國 那更是一個寄居者 更是局外人 就是說您覺得這對你來說 是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 讓你能從一種特別全新的視角 來觀察生活 觀察人物 對你的寫作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這個對你的創作是有幫助 但是對你個人的生活 個人的體會 會不會有點就這種兩邊文化 兩邊都不靠的這種感覺 因為在座大部分人都是在海外留學的 說不定就有這種 在自己從自己的文化 來到另外一個寄居的文化 很難有那種 就是說總是會有那種感覺 兩邊都有點很難靠得上 就那種 我覺得剛剛到美國的時候 有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我覺得校園是一個最好的 你進去以後 你所有的觀念也好 什麼也好 就大洗牌了 對吧 對 然後這個出來三年以後 你就覺得挺融入的 而且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必要 非得融入 融入還好 還要打入 餓狠狠的 幹嘛非得打入人家的主流 還打入主流 所以我一點不想打入他們的主流 這個我也特別特別同意 我覺得作為我們來這邊的移民 我們完全沒必要融入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文化 但是是不是也會影響到 你很難有那種在一個文化裡 有如魚得水的感覺 你怎麼品如意得水的 我覺得這 我跟美國人交朋友也交得很好 我有德國朋友也都能談得很好 談得很開心 但是經常讓我吃驚 他突然說 哦 原來他這麼想問題的 但是我不會表露出吃驚 但是我確實心裡一想 哦 那以後我得注意 對吧 你就會了解到 其實西方人 我有閨蜜是德國人和美國人 然後我們在進行最深度的那種談話的時候 經常會有讓我按字一驚 哦 原來他是這麼想 這麼看我的 或者這麼看別人的 然後如果你注意到了這些 你以後呢 就是說你就在什麼樣的方面 你不會去傷害他 那是不是嫁給一個外交官 有一個美國外交官做丈夫 更幫助你融入當地的生活 增加了你這種如意得水的感覺 嗯 其實我還是跟中國人在一起比較舒服 是 那個 那個 我教外國人吧 就教到了非常非常深的程度 一般的那種在派對上 大家拿著杯子站在高跟鞋上 有一搭五一搭的聊小話 聊大話 我覺得特浪費時間 我很少去這種地方 那麼我就是說我盡量生活在我認為我舒服的環境裡 對 對 然後我的西方朋友都是聊得 能聊很深很深的東西 就是從感情上來說 我們已經有一些attachment 我覺得泛泛之交跟西方人 你好我好 那就不大有意思 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呢我覺得 當然我先生 對吧 他的我們在國外連一個中國人也沒有 對吧 我們在國外生活 在非洲生活 一個中國人也沒有的環境 那就也沒什麼辦法 那你也就只好就是泛泛之交也來交 那也能交上幾個很資金的朋友 那麼我們又去後來又去哪裡去了台北 當然台北呢就是雖然我在台灣生活 都是中國人 對吧 但是呢我們那個整個的大樓 就是外交官的那個宿舍樓裡面 也沒什麼中國人 然後也只能就是跟這個 因為在台灣我沒有特別多朋友 對 當地朋友 所以就是我覺得我都還是挺舒服的 我盡量讓自己舒服 我覺得寫作已經夠痛苦了 寫作已經是一種很艱難的工作 對吧 你可以泛泛的寫 但是如果你就覺得那個東西 你根本就沒有寫到位 那有一些我就是說忽啦忽啦寫過去 但我回頭就覺得這個地方是不行的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寫到位的 對吧 就是我小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就覺得啊 這個東西要出來就是要有文采的 要有彩的 然後現在我想什麼呀 那都是扯淡 最好就是你寫的到位 你寫的精準 你寫就get it right 對 這個是最難的 那是不是現在你已經完全接受了你自己 嗯哼 就是說這個不再對自己有更高的期望 就接受了你現在這個狀態 對 我覺得這是這種樸素的到位的這種寫 嗯 這種誠實的能夠把自己 就反覆問自己這樣寫 對嗎 你是這麼想 你是這麼想的嘛 這種我覺得是應該是一個最高的境界 嗯 太好了 就是到了一種比較自如的這種境界 嗯 對 您曾經有過長期的這個失眠的這個經歷 你說在您失眠的時候 您的這個創作激情是很高的 就是比如說失眠的時候 居然都能體會到這個馬提斯呀 畢加索那些 那種能看到那些特別偉大的 就是從自己的這個創作上 也能感覺有更多的創作激情 但是您說過啊 你現在就不願意為了更好的作品 放棄現在的健康和幸福 嗯 是這樣 是吧 對 因為我德國 因為我們家族有一種病叫做造狂性抑鬱症 就是我爺爺是因此自殺的 然後我爺爺是一個很成功的 你又是28歲就有 就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回到中國 然後出了第一版的那個 《德伯加的台詞》是它第一個翻譯的 發呆的那本書 然後呢 就是很年紀輕輕的就有很多的成就 然後回到中國就做專輯 就做教授 然後生活也是很順 出生的這個家庭呢也是大家族 對吧 也是不是平寒的 對吧 至少是一個教育開辦學校的這種家族 那麼他就是在1937年他就感覺到 一方面是抑鬱症 一方面就是這個傷害813陷落 對吧 然後他就自殺了 然後這種病呢實際上就給了 你看Virginia Wolf啊什麼 Hymingway啊什麼 他給了他巨大的創造力 但是他會用另外一方面 他又給你找回去 就是說你沒有一個安寧的 你非常的常常會suffer這種不同的faces 包括這種自想自殺呀躁動啊 然後睡不著覺就是躁動的到了極點 就是完全不能睡覺 不能睡覺又使你的 從那個很高峰的那種 癲狂的那種創造上面 啪又跌到低谷來 就是這樣子這種走法 所以我覺得呢就是 就是我現在的這個狀態呢 就是我已經完全能夠掌握它 就是掌握這種什麼 然後在我原來就認為 我要不寫作了 那我不就是一灘屎了嗎 我說我有什麼能夠證明我的存在 對不對 後來但是在我suffer了很長一段 這個瘋狀態的時候 我去見醫生 然後我的先生 我們急死了 能夠找到那個 就是能夠看我的醫生 要等很久很久 有的人更不接受新的病人 終於找到這個醫生了 醫生就給我說 我認為你是造狂性抑鬱症 你不是一個單單的抑鬱症 因為我過去也當單單的抑鬱症治的 然後他說我給你開這三種藥 你大概在三個禮拜之內就會見效了 就會睡著了 就會有正常的食慾啊什麼的 但是有一種可能性 可能會把你創作最精彩的部分給cut掉了 就是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想過嗎 沒有 我馬上就說要沒有猶豫 我要做個正常的人 我說我首先要做個正常的人 因為這個正常的人才能benefit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爸爸媽媽 當時他們還活著 對吧 然後才能是一個可以理喻的人 對吧 別人才能跟你相交付 如果你一天到晚做個天才像梵高 梵高就是這個病症的一個 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可以去咬人家的耳朵啊什麼 咬人家的什麼 反正就幹出這種事情來的 不可理喻的 他雖然對人類的文明貢獻了很多很多 但是對他周圍的人 他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一個人 所以就非常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夠 哪怕我就不寫了呗 對吧 大不了的不寫了 但是我能夠成為一個別人 可以接受對別人是一個正常的人 所以說作家對你來說 一個特別了不起的作家對你來說 沒有一個作為一個正常健康的人重要 對 對 只有健康正常的人才能愛家人 才能被家人愛 才能擔當起一個作為一個母親的責任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你在這個時候接受了天命 覺得自己這樣可以了 所以才會做這樣的選擇 你在更年輕的時候可能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那我那個時候我還 我多大三十多歲吧 四十歲 剛剛過一點這樣 就開始吃這個藥 吃了很多年 對 就是我們接下來談一下 您筆下的一些女性型 因為是女作家那麼寫女性 就寫得非常的豐滿 生動 而且就是有一種入骨三分的感覺 因為筆下的作家有的是跟您經歷很像的 米拉迪 芳華裏面的主角 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史詩裏的蘇菲 跟你的母親也比較像 但是有的跟您的經歷截然不同 比如像小姨多賀裏面的小環和小姨 然後還有第九個寡婦裡面那個王葡萄 還有金陵詩三差裡面的這些風臣女子 她們是跟你是不同的 但是不管是跟您相同的人生經歷的女性 還是跟你不相同的女性呢 她們都在愛裡面表現出了特別勇敢的品質 就是說是不是在愛裡面女人要比男人更勇敢一點 我想是 一句話就毀了 是 因為我記得以前我看過那個 當時看那個新白娘子傳奇電視劇的時候還小 還不崛起 後來在紐約的時候看過一場關於白娘子的一個經劇 當時我就覺得這個從白娘子的這個經歷 我就看得出來在愛情裡面 這個女性要比男性要勇於付出的多 要對無怨無悔 不管前途如何 就把自己這種愛毫無質疑的這種風險出去 確實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 女人比較死心眼嘛 一根筋 而且女人的感情對女人來說 很可能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對一個人的愛和一個人對她的愛 那很可能她這個就夠了 對吧 就是她一個很完整的世界 但是男人不一樣 男人還有其他的想法 對吧 和其他的欲望 對了 這我想起了 我們三月份在這辦了一個女性論壇 我們就提到 這個凡是辦女性論壇的時候 都會談到工作生活平衡 你在所有的男性的CEO的這個論壇裡面 從來沒有任何人提過這個工作生活平衡的問題 那就是說這個對女性愛情是她 愛情婚姻是她生活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說她的愛裡更勇敢 那麼對於男性來講 他們還有其他的欲望 在這個世界上 更大的欲望需要滿足 是的 我就覺得你看你說到許先 這個可這個這個這個 是 這個 就是一個 一個特沒注意的一男 還背叛她 對 還背叛她 然後呢 還有就是你看安娜克林妮娜 就是這個裡面的 對吧 這個他 沃倫斯蒂和她的關係 還有呢 就是也是圖爾斯泰寫的這個復活裡面的 是 所以我們大家都看到 她傷害了女性 然後最後是女性的那種 那種 對吧 犧牲 亦的犧牲或者寬容 對吧 所以就是 就是這種 就是沒辦法 因為你想 是這個整個大千世界裡面 所有的雌性的動物 牠都是有這樣一種性質 對吧 牠的給予 牠的奉獻 牠的牺牲 對吧 這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 就是牠本性裡帶出來的東西 天性的東西 那麼男人呢 就是你想一個獅子群裡面 一個獅子 他最要管的 就把任何一個想來代替他 拿位子的人把他咬死 對 趕快 趕走 對吧 所以她的使命和女人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和雌性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 是不是咱們就回答了 是 而且我發現對男人就有點那種不跟他們一般見識那勁 是吧 有沒有 比如說你看這本書裡面的《真巧》 還有那個蘇菲 一個女人史詩裡面的蘇菲 對男人的背叛 對丈夫的背叛 對朋友的背叛 都看過了 都非常大氣 都無所謂 就這種 是不是 這感覺就是說 您這個小說裡面的這個女性 包括您自己 包括就是說 確實這種很大氣 就這種 更看重自己做 就自己做事的美醜 不太跟男人一般見識 有這種嗎 是 我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的 那您的人生哲學是什麼呢 是不是覺得做人要做得好看 做人 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做了以後 讓自己喜歡 讓自己喜歡我這樣的作為 我這樣的行為 如果發生了什麼醜行的話 那自己會很不喜歡自己 那就是很難過的 是嗎 但是你對別人都是蠻寬容的 比如說 那個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是說 您雖然就是說 跟您的第一個丈夫離婚 你這關係也是不錯 那後來您成年之後 你也原諒了父親 能達到了和解 就是說始終來說 您覺得這個 更大氣一點 更高姿態一點 是一個做人的一個態度 是嗎 我覺得 也 也沒有想那麼多 沒那麼高 我就覺得 一直跟人家 出於一種緊張關係 多沒勁啊 是吧 因為就覺得我都耐不住 趕快恢復好了吧 沒有什麼大的原則的 有什麼過不去的 我是一個是非觀點 可能不是很清楚的人 對 對自己很真誠 對 就是我那就是 只要求自己 只求自己 不求別人 別人怎麼樣都行 別人怎麼樣 我都認為 都是可以存在的 對 我在您做這個採訪之前 我加緊讀了一些 你很多的 我之前也讀過 然後這兩天又讀了更多 然後我讀到了您寫的 第九個寡妇 當時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想到的是 陳忠實的白鹿源 還有餘華的活著 就是這個故事呢 就是一個在 解放前的時候 一個叫王普套的 他的同養媳 他在土改的時候 救了他的公爹 被槍斃的公爹 他沒打死 然後就藏在地窑裡 藏了快二十年 在這其中呢 經歷了 經歷了這個 土改 三反 五反 文革 包括最後的飢荒 計劃生育 但是呢 不管這一切 有一句寫得特別好 我唸出來 就是有一個評論說 王普套是顏格靈筆下 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 強大而囂張 堅韌而娇媚 其渾然不分的人愛 與包容一切的寬厚 使其超越了人世間的 一切利害之爭 這是不是你心中 理想的女性形象 可能吧 但是我很少回過頭去 再去看自己的 寫的東西 是嗎 我覺得是 其實很多東西 你要 就是任何一種民間 任何一種人性 任何一個人格 對我來講 我是允許它藏污納垢的 對吧 在藏污納垢當中 它有一些閃光的 非常精彩的東西 在某一種極端時刻 這個閃光的東西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可能都不能做到 就是時時刻刻它都是 非常精彩 非常閃光 非常高尚的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允許這個 中國這個民間藏污納垢 我也允許任何地方 任何一個人格都可以 但是它必須要讓我看到它有這麼一點 是非常非常善光的 這個文革描寫是你小說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小說都展示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特別 中國歷史上一個很悲慘 也很特殊的一個時代 完全是一個人為的災難 就是說 我最近看了一個劉慈欣的採訪 劉慈欣他 大家認為他對人性悲觀 但是他說他對人性其實不悲觀 因為他其實是 就是為了借助一個 虛構的龐大時空 來展示人物的性格 他實際上對人 對我們的人是不悲觀 但是您寫的那個文革 它不是虛構的 真實世界 有可能比您寫的裡面那種 對人的踐踏 侮辱 對人性的扭曲 有過之而不及 那麼就是說 在您從 對這種文革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這樣的重新進入 您對於 看到了那麼多的醜惡之後 您對於這個 您悲觀嗎 您對於這種世界 您是覺得保有希望還是很悲觀 我覺得我是一個悲觀的勞觀主義者 我看到這個人性之沒有希望 對 這是肯定我都看到了 因為任何一個 一有機會 人性的醜惡一定會自我暴露的 對吧 像文革十年 他們表演了十年對吧 就各種各樣的不可思議的這種退化 人性上的退化 人性上的退化 就是 但是我去按照百分之百可以實現的這種力氣去花下去做 那麼最後達不到 我也沒想達到嘛 是吧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對您 但是我就說您對這個世界 就是說 既悲觀又樂觀 是不是還是因為有這種王鋪套這樣的這種人性的光輝在這裡 你會對這個人性也有一些樂觀的成分 對 因為我採訪了這個有兩個 他們把一個是把自己的弟弟藏在 就是一個年輕的地主被槍斃以後沒死以後 他又把他放在地窖裡 另外一個後來我講到這件事情的 我去調查這個事情是去玉溪 就是那個 河南西部 對 在洛陽旁邊 後來我就去看到他那個地主藏身的地方什麼的 然後我完了以後我就跟那個人說 我說我採訪了那個 你幾十年前告訴我那個故事 我說我終於完成了採訪 他說你去的什麼地方 我說我去的是洛陽旁邊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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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金縣 然後他說 他說我講那個故事不在孟金縣 那個故事在西華縣 黃旁區 還有 還有 是一樣的故事 對 類似的故事 都是藏在地窖裡面 所以我就想這種就是 後來我在北大演講的時候 北大說我們那兒就是陝西就有這麼一個事 就人可以冒著巨大的危險來保護 來保存這樣一個生命 然後他看到了生命 王鋪道就是就是說是我們人類這個裡面非常少的能夠認識到生命是這種無價不可重複對吧 這種人但是他還會發出他的巨大的犧牲來保護這個生命 所以就是說我想我如果看到真的有這樣的例子的話我覺得這個民間也沒有爛到哪裡去 作為洛陽人很驕傲 你是洛陽人 洛陽人 洛陽人 對對對 是這樣的 那確實是 就是說我們這人生包括任何社會裡面 當然我們能看到那種像文革那種極端的時代那種極端的殘忍 去踐踏人 侮辱人 但是同時呢也有這種人性的光輝存在 我想這也是 所以這個世界能夠始終得以 得以 survive 得以繼續往前推延的這種好與壞 沒與醜 它一直都是並行在一起的 對 而且我相信這個好的比例不管怎麼樣還是成為高出壞的吧 對 就是說您在最近這段時間裏對我們國家的走向 包括各種各樣我們發生的很多事情都非常的out spoken 就是說您現在您的這個在國內很多地方也都下線了 就是說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洪流之中 在目前這樣一個每個人都逃不脫自己時代的羅因 在現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目前它是這樣的一個萬馬其安的一個局面的話 那你有沒有覺得即便是你是out spoken的話 你也是在這樣的大時代裡是挺無助的 那如果不說的話呢 那就是我不喜歡我自己了 對 我要我完成自己的一個完成度 就是潔身自好也好或者完善自身也好 對吧 我覺得就是我想說的 我認為道理是這樣的 我要把這個道理講出來 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此而已 那你覺得自己有沒有一點像 茨威格這個異端權力裡面的蒼蠅和大象 那也不管 如果蒼蠅有足夠多呢 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像我這樣的 在中國的有一定影響的 或者海外的都能說 都能講出這麼 都能給他們講講道理 把道理擺出來 你說我寫滿滿滿 我不跟你講道理呢嘛對不對 然後寫鐵鏈女 我也是講道理的 都沒有不講道理的 對吧 然後呢就是這個 那個道理都不讓你講 那就沒什麼 但是我覺得任何人都是有選擇 都是可以選擇 你說別無選擇我不相信 那麼我的選擇就是 我把每年的上千萬的這個收入不要了 那麼有的人視財如命 也有對吧 那他寧可就是回去就是講假話 或者不講話 或者是對吧 然後他寧可要那個財 那我認為這個財 對我來講是 比我這個痛痛快快的做人要 要次要很多 所以我的選擇是這樣的 你覺得自己是個勇敢的人嗎 當然 Great 謝謝 謝謝言老師 好 我們現在這個 開啟問 就是您在露番煙石裡面 會去用那種就是比如 馮碗魚的這個詩意的這樣一個身體狀況 以及就是那個裡面露煙石它是有口吃的 這樣的兩種就是在老年人群體中 經常會出現的這種方式 但我卻我的 argument是認為您在通過這樣的一種描寫中 是去想表達一種反對遺忘的這麼一種 就是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和影響 可以請您對於這一個現象多講一下嗎 就是關於隔代關係對您創作的影響 以及就是您描寫這種詩意 以及口吃的這兩個文學現象 以及您想達到的那個就是關於反對就是遺忘的這麼一個主題 好 謝謝您 你這個問題有點深刻 是的 在這個馮碗魚的這個有關他的詩意的這個描寫裡面 我是想把它變成一種metaphor 就是這樣的一個空白裡面 裝進了多少多少它不可言說的東西 對吧 就是它不能夠再告訴露煙石 等他回來也不能告訴 因為他就是包括他自己現身 師生過為了露煙石的這個這個當時減刑啊什麼的 對吧 就是這樣的就是他帶走了多少和他血藏了多少 在他這個詩意的空間裡面 所以我們就讓讀者去想像這個 就是詩意是就是Alzheimer是老年人的一個 現在我們常常在探討 也是個非常非常熱門的醫學和社會的話題 那麼從隔代的這個 我是一個其實我是個留守少年 因為我在我的爸爸在我上小學的 就剛上小學沒多久他就進了牛棚 那麼我是跟外婆和外公長大的 那外公和外婆都是極度的善良 非常非常善良的老人 因為他看到我爸爸的那個作家協會的那個 那個那個主席被 就真正地關到監獄成為囚犯了 然後那個時候孩子們買煤球要煤票 然後他們這六個孩子在家裡 就沒有煤燒很冷的 然後我外公就悄悄地把他自己的煤 就是他是一個老紅軍 所以他有額外供應的煤 他就悄悄地把煤就放在他們家門口 天不亮的時候就把煤給他們 所以這樣的一種隔代的教育 就是這種善良的這種 他不覺得他的父親被放到監獄 就已經關到監獄裡去了 說是什麼國民黨特務 他就認為這些孩子們就應該去受動 所以這是他非常樸素的一些觀念吧 我想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通過書本 通過他自己寫的書翻譯的書和他收藏的書 和我這個老外公是他不識字 他非常的有直覺 有常識 常識非常非常的好 這樣的一個老外公和我已經去世的爺爺的 給我的影響 他留下的書本對我的影響 那麼我想這樣的一個童年 這樣的一種教養 所以他們能使顏格林成為今天的顏格林 好 Next question 我想問您就是您曾經也做過記者 後來是作家 您在從寫實到寫虛 從在生活中汲取這些領館 到develop them into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s 你這個創作的過程是怎麼樣提煉的 然後你提煉之後你的人物你的故事 你是用個什麼樣的體系來衡量它是否精彩 還是說它只是對您精彩 您不太care 說它呈現出來對別人是否精彩 就您寫作成功的秘訣 在這裡跟我們結合可以分享一下嗎 謝謝 我做記者只做了三個月 所以那個 但是呢 比如說 剛說的是一夜之鑑變成作家 那就是一夜之鑑 因為你 如果你經歷了我經歷的東西 比如說你看到這麼多戰士 一夜之間有一千多個戰士負傷了 然後被拉進了這個醫院 然後到處是殘肢到處是鮮血 那個空氣裡的那個味道就是非常重的那個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叫血腥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下子就讓我成熟了 然後過去想 你的理想是什麼 我理想跳獨舞 就是要跳獨舞就是理想 現在你倒是忽然就覺得和我過去的那樣一個嚴格靈 就是突然之間的成熟度就是一夜之間的 我忽然覺得一個人用四肢表達不了現實的 我必須要用我的腦子 然後我就開始寫報告文學啊什麼的 然後也都發表了這樣我馬上就從舞蹈隊伍裡就退出來了 然後成為一個年輕的作家 這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那種實踐那種現實生活 是對一個作家非常有用的 你親自去生活 包括我後來到美國去給人家當保姆啊 台灣人家當保姆 他真的要你跪在地上擦地板的 對吧 那麼就是說我是跪在地上擦地板 我也去 就是說這不是我們當作家的時候 你講不講事的跑到農村去 這個體驗一下生活吧 不是 那就是生活 對吧 體驗是次要的 你體不體驗反正你就每天就是 就是為了那個你可以賺到飯錢 這樣的生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一旦作家有 他有作家潛質的 又給了他這麼多生活的機會 就進入一種很很很極致的 像戰爭啊 像這個留學生活啊 留學生活也是一種很極致的環境 對吧 你從一個非常熟悉的 舒服的環境裡 跑到一個不熟悉的 任何東西都是要worry的對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些經歷 能夠幫助你成為一個作家 那就是說你只要寫那只是看自己 就是說我寫作 我是不會管這個人家喜不喜歡啊什麼 你就要想太多了 想多了就寫不出好東西來了 你就會覺得這樣寫是對的 對吧 只有憑你的藝術直覺 這樣寫下去 對吧 你不能想的太多 人家說你的心目中是美國觀眾啊 還是德國觀眾還是中國觀眾啊 我說我一個觀眾也沒有 一個讀者也沒有 對吧 就是我自己 我就面對著我這些 被我創造出來這個世界裡面 我要安排他們每一天怎麼生活 每個細節怎麼去經歷對吧 安排他們的命運 對 讓他們在感情上發生了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順著他們的 給他們設計的這些性格 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性格去往下生活 往下走 對吧 這就是我關心的 其實我要想的這個讀者 要讀多少個讀者喜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呢 我就是 很多人心裡是有讀者的 我這個人是心裡是沒讀者的 好 您好 非常感謝您 然後因為我現在在學習電影導演和編劇 然後看您的很多作品都改變成了電影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您在創作劇本的一些感受和體驗 還有您覺得電影和文學之間的一些聯繫 非常感謝 我自己非常愛看電影 是一個電影迷 那麼由於我愛看電影呢 所以呢 我也就在最開始 我沒有寫小說之前寫的 就開始寫電影劇本 所以我的最開始的作品其實是電影劇本 那麼後來因為我跟導演合作啊 導演喜歡我的小說啊 我們開始有一些合作 後來我發現沒有一個導演是要聽你的 所以很遠都是 你不按照他的那個 你跟他爭完了以後 你去按照你的路子去寫 但一定要讓你改掉的 就是幾個 就像陳凱哥啊 陳凱哥呢 他就說這個地方是好的 但是那些地方不行 你得改掉 然後他就 搞來搞去 後來我就認識到別費勁了 因為電影是導演的作品 對 他不喜歡你寫的這個樣子 這個路子 你寫也白寫 你完了還得轉回頭來 再多寫 就是這個 就是說很少很少有導演會 按照你的劇本去 你的對話 你的劇本 陳沖是一位 小剛 馮小剛也是 我最近幾年合作裡面 改作品改的最少的 謝謝 李老師您好 我現在呢 是一名音樂劇導演 然後我從業開始 也是一直堅持自己在編劇和改編劇本 然後我想問您的問題是 比如說您在創作的時候 您是會從哪些方面去思考 我要開始寫這個故事了 這個故事 我認為它是值得去寫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是 當您開始在寫一個故事的時候 您會提前 比如說進行這個故事的佈局嗎 在哪一章節寫一些什麼 他們之間的一些人物關係 還是說您就直接開始寫 按照人物的一個發展狀態 讓他去把文字帶到理想的一個狀態 謝謝 對我來講 我是沒有去佈局任何東西的 我覺得我好像 首先我覺得我有足夠的經驗 不用寫大綱 不用去佈局 然後第二呢 我特別相信創作當中有一種 那種力 推著你往前走的就是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 無窮 眾生 對 就是生無限 就是畫畫也是 對 很多畫畫 他會打一個草稿 但是有很多畫家 他就第一筆 每筆 前面一筆都藏著後面一筆的 後面若干筆的可能性 這是我對寫作的認識 就是說這一句話 第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 你第一句話從哪裡開始 然後切入進去以後 第一句話藏著所有的可能性 如果你這句話想對了 我永遠是特別重要 我今天把第一句話寫出來 我就去游泳去了 明天看看這句話 有沒有往下進行 怎麼進行 有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然後好像不行 推翻掉 再來一句 就是這樣 現在閻老師有沒有可能 在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 就是說 隨著不斷的推進 人物性格已經形成了 都最後已經不是由你說的 而是要根據這個人物的性格 自然的往下發展 對 因為你設計了這樣一個性格 你這個性格 一旦寫出來了 以後他是活的 他自己去往前 他會碰到事情 他會怎麼去按照他的性格 有一個邏輯在 他會怎麼樣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 小說家最難得 就是寫出了驚喜 他這個反過來會驚喜你 對吧 還有就是 寫作的魅力在於寫進未知 你不知道的 你沒有是預先設計的 我經常寫寫寫寫寫到這裡 我今天已經媒體裡寫了 或者我必須要去 有別的事兒了 我就得停在這兒 停在這兒我會把一些 我就用紅筆 用電腦把它說明天是這一段 接下來是寫哪一段 第二天我看完了整個 我昨天寫完的這兩三千字以後 根本把昨天的 設計好的那幾段的方向 完全否認掉 因為你已經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埋在了你昨天寫的 這樣一些人物的 behavior裡面了 好 就是舞蹈是有節奏的 人生是載歌載舞的過程 它這個節奏更是即興的 尤其是在面臨很多困難的時候 你覺得應該是跟隨自己的 當時的感覺 還是更理智的去把握這個節奏 就是你現在面臨了很多困難 你對未來有什麼期待 還是理智的規劃 還是就是隨著自己的內心去走 我覺得這個理性和感性 永遠是要結合的 太理性肯定不是我這個人 我是一個比較性情化的人 對吧 但如果說是完全隨性 那就不是一個完全感性的問題 那是變成一個自我縱容的問題 現在我們在美國看到很多現象 我認為那是自我縱容 而不是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用不自由控制了以後 再讓它自由的 很多時候它是一定有辯證 一定是有 你要這種自由 還是別人也要不要自由 你要舒服 那別人是不是也會舒服 很多問題都是 我剛才講的就是感性和理性 怎麼樣是最最相得益彰的 我覺得就是 我認為我現在本著一顆真誠的心 就是寫作也好 待人也好 還是從現在 就沿著我現在的生命軌跡走下去 我要求自己越來越真誠 就是真誠 因為這種真誠會給你一種直覺 這種直覺會指導你怎麼走 好 我們因為時間快到 我們再提有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楊老師您好 非常敬佩你現在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就是在米拉蒂這本書裡面 講到絕望 然後你有提到自殺的老舍 然後茲薇格 還有狗活下來的吳可 還有像米蕭爸爸一樣 米拉的爸爸米蕭一樣逃跑 但是好像你在書中又覺得 好像哪個選擇都不是特別好 覺得自殺是一種自我放棄 狗活又很醜 逃跑又感覺是對現狀的見死不救 所以那您現在有沒有一個想法 還是說這個問題是無解的 我的做法 我的人生選擇已經選擇了 就是不逃跑 我就是 就是 企圖能夠起到我微博的一種說服力 我希望能說 說點道理 你能聽出這個道理來 能不能咱們大家可以談一談 對吧 所以就是 就是 現在的這個 這個 這個沒商量的 就是 你不論理 現在就是 對我的整個的打擊也好 對吧 這個就不跟你論理 人家說誰說了 誰說我嚴格令下架 沒呀 沒人說這話 就是這種狀態 這個人是一個沒有臉 也沒有名字 也沒有形狀 但是他大的無可不在 對吧 就是說 經常我們的漢語裡 其實漢語是不喜歡用 用被動語態的 現在充滿了被動語態 這個不讓提了 那個 對吧 那個是 對吧 怎麼樣了 這個不讓提 誰不讓提主語呢 對吧 就是 現在我們就倒是成了一個 就是 Not allowed 其實Not allowed 在我們的漢語裡面 是很少出現的 但是 在現在的我們的 這個社會語境裡面 這個被動語態 是經常出現的 就是一個 一個 如果說他們封殺我 也沒有一個人簽名 蓋章 我負責 這事兒說沒有 然後你要去 比如說 有一個出版社說 我們付了你 預付金了呀 你這麼一說 我這個小說出不了了 那你怎麼辦呢 我說 你得賠償我 我說是啊 誰上面說了 那麼 誰不讓你出的呀 對吧 誰不讓你出的呀 我沒不讓你出啊 你得找那個 不讓你出的人 對 但是他這個 就苦就苦在這 出版社也苦在這 他找不到這個 不讓他出的 沒有人 對這個 沒有人又無處不在 對 是 好我們非常感謝 嚴老師給我們的精采的這個 對他們 好下面 嚴老師繼續給我們簽名售書 好 好 好